人天天的心情烦恼 天天的难过 有时候就是不能解决心中的释放问题 有一个商人的妻子 他不停的劝着 在他边上睡的自己的丈夫 翻来覆去折腾了 足足有几百次 他跟他先生说 你睡吧 不要再胡思乱想 老婆 你没有遇到我现在这么受的罪 这么个问题 几个月前 我借了邻居几笔钱 明天就要还钱了 想一想 我们家现在哪有钱还钱 你也知道 借给我钱的那些邻居们 个个都很厉害的 我要是还不上钱 他们饶得过我 为了这个 我能睡得着觉吗 他接着又在床上翻来 不去翻 他的太太 妻子不断的劝他 让他宽心 说明天总会有办法 他说不行 明天会借到钱的 不行 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不行 他太太急了 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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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开始 他们开始睡不着觉了 这个故事告诉你们 不是叫大家回避矛盾 其实叫转换 消极的心态 变成积极的心态 因为忧虑 现在已经是人的一种通病了 所以很多人 经常的没有事情 就会想出事情来难过 我在美国讲过一个小笑话 说的是一个老太太 跟一个男孩子 两个人坐飞机 你们大家知道 很多男孩子不愿意戴手表 什么时间呢 都喜欢看手机 看时间的 对不对 好了 这个老妈妈坐在他边上 这个时候 这个男孩子就问他 老妈妈 几点钟了 这个时候 这个老妈妈 看看他 不回答 他又问了 老妈妈 几点钟了 他又不理他 又问了 这个老妈妈 憋不住了 小伙子 我不会告诉你的 哦 老妈妈 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你想想看啊 你这个人 我告诉你 几点钟之后 你就会感谢我 然后过一会儿呢 就要跟我唠嗑 啊 我要陪你 一路讲过去 我很累呀 然后呢 你还要假装殷勤 帮我拿行李 你帮我拿了行李呢 啊 我要请你到我们家去坐坐 啊 我们家里有一个 很漂亮的闺女 到时候你万一看上她了 你这个穷的 连手表都买不起的人 我能让我闺女 嫁给你吗 这个笑话就是告诉你们 现在连老妈妈都想得很深啊 一个人没病自己会找病 没事会找事 所以呢 人生无常 什么事情不要太忧虑 不要让自己的一生在忧虑当中度过 我们很多人一辈子就是在忧虑当中度过 想一想我们的父母亲非常的可怜 所以我们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和情绪啊 心态和情绪 这个奥克兰的电流不是太稳 请大家忍耐 那个电流不稳 我们就要给大家说一个小笑话 这个现代人整天忧郁 担心自己的未来 说有一个矿主啊 就是煤矿的矿主 他很有钱 虽然四十岁 他担心他自己以后死后啊 哎 连个好坟墓都没有 他就为自己的后世啊 在大兴土墓 选了块风水宝地 给自己修建豪华的墓序 过了一段时间 他又忘记了 那天正好碰到修坟的负责人 他说啊 老兄还缺什么吗 我那个坟 修坟的负责人还没说话 便上那个民工大声回答 老板 什么都不缺了 就缺你了 想一想啊 学博做人 要记住 懂得两句话 第一句话叫 知足者生贫而心负 贪得者生负而心贫 也就是说 知足的人 虽然身体就是生活很贫困 但是心里很富有 贪得多的人 虽然身上就生活很富有 但是他的心很贫困 所以知足常乐 乐什么 就是乐我们的心里的富有 虽然没有财产 虽然没有财产 我们没有高的职位 但是我们心无挂碍 因为我们懂得平安是福 知足快乐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